大家都在最近谈到 蓝白的和应该以2004年 2008年国庆的合作 就是国民党跟亲民党的整合 为什么会成功做一个对比 2004年 2008年为什么可以和在一起 就是宋楚瑜和亲民党无私的 把我们亲民党的立法委员和我们的人才 跟国民党做了一些无私的整合 最重要的今天也许有些人忘掉了 那就是当时宋楚瑜把我们现任的立法委员 亲民党的立法委员都带回到国民党 用国民党的名义去登记参选 而不分区的名单里面都以国民党 在选举委员会去登记 也就是无私的去合作 宋楚瑜作为台湾政治的老师傅 对蓝白和乐观其成 但是也提出三点积极的建议 第一那就是政党要合必须要重视 理念要一致 也就是百姓关心的是南白和的之后 他们对于未来的方向和主张 大家是不是能够一致 百姓关心的是不是谁能够去撮合人选去胜选 而是他们能不能够将来当选之后能胜任 所以胜任比胜选还重要 理念到底带给台湾什么样的愿景 第二点更重要 那就是政党的合作 必须在基本的主张上面 要能够非常的分明 也就是大家对于未来的这些 重要的这些政策和方向 要很明确的让人民知道 那就是不管是对于内政的优先次序 国际形势台湾经贸发展 特别是对于两岸的问题 我们国家的立场是什么 应该很明确的说清楚讲明白 第三个更重要的是整合 事实上是不是分赃 整合必须要让大家晓得 你是为人民在服务 整合要无私 而不是为哪一个个人 去为利益或者是为权位 在那边分赃 所以大家关心的是整合之后 是不是能够集合全国的精英 来帮人民解决问题 让人民觉得这个政府有智力的能力 我想明天就要登场 这个相关我们在野会谈的一个会面 那既然时间已经定得出来了 那相关的内容跟结果 我们就静待明天的一个会谈 那当然既然我们已经同意要来去做双方面的幕僚的一个会谈 那我们会保持最大的弹性跟善意 但是我们必须要强调民主政治 还是要最终以民意为一规 那在公开透明的一个机制 以及公共辩论 在做最后的一个公正民调 我想这个是民众党提出来的一个主张 因为民主的社会最终还是要民意为一规 政党的合作 不能让人民认为这个是政治的分章 最终还是要获得选民的一个支持 还有各自支持者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案 那目前看起来 这个是最有这个科学论证依据 跟一般大众比较能够接受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想过去各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包含我们这个蓝颜我们的侯友宜市长 其实过去也是透过民调的机制来产生的 所以我想民众党的主张 我们还是认为这个是一个比较适合的方式 确实在也整合对于现在六成的民意 希望来去达到政党轮替 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去积极回忆这六成的民意 我刚刚讲过了 民主社会需要以民意为一规 所以选民能不能接受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重点 当然因为它有它的一个急迫性 我们知道10月20号就要来做相关的一个登记 那政党的合作我们 这边当然民主党这边我们其实也是希望 能够在10月底就要有一个 具体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结论 因为后续其实不管说是这个副总统的提名 甚至是这个不分区的立委 其实可以作业的时间期程都非常的有限 所以在相关的一个会谈 我想明天是一个重中之重 那相关的一些细节内容 在我们的主张的一个基础之下 我们也可以希望可以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我想谈总比不谈好 然后坐下来谈总比在媒体放话要好 那所以我想只要大家有这个释出最大的善意 而且大家也知道我们的目标一致 是这个下架民进党是要追求政党轮替 那我相信现在的时间并不嫌晚 只要大家有共同的共识 那我还是认为谈总比不谈好 因为我没有办法代表我个人意见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报告如果是我的话 如果是我 那么其实我认为辩论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民主选举的程序里面 那么辩论可以把你的公共政策 把你的这个想法 还有把你过去的政绩 能够跟社会大众讲得更清楚 那而且最后在总统大选登记之后 也一定会有辩论嘛 到时候可能各家媒体也会要求来举办辩论 所以我认为辩论不是一件坏事情 那但是在民调的部分 我个人是比较保留啊 我只能讲我个人的那个看法 因为我觉得第一个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民调 可能是一趴两趴都在这个误差范围之内 那这样子来完全只由民调做决定的话 那他可能会有很大的误差 那另外那大家也知道民调是可以操作的 那我觉得不管是蓝还是白 如果今天我们对大选 那么是有一个可能可以被操作的民调来做决定的话 就是命运并不掌握在我们的手上 那我个人会有保留 而且大家也知道嘛 只要一旦做民调来决胜负的时候 我相信民进党的朋友或民进党支持者 对于这个民调要怎么样来决定走向 他们一定都是跃跃欲试的 今天预计跟林博庆见面 然后明天要谈谈白和 是不是已经进入这个在野整个阶段 会不会担心呢 有这个坚持辩论跟民调的主战派进行贵选的这个裁判 可能会让过去的民进党 唯一执准来都希望 团结了在野的所有的力量 不管是哪一个党籍甚至无党无派 大陆的党团结起来做会 下架贪腐无能的民进党 让政党轮替 希望有一个青年有效力 回复两岸和平的领导人 领导的总统